哎呀,大家好,马不停蹄啊,这跑了好几个地方,昨天咋个事呢,大伙问我说上武汉干啥呢 我小外女儿刚才来电话,说是上武汉呢呢,我是这不是买机票吗,从那个昨天早上吧,本来原来说在这个青岛这待几天 想上青岛待几天,见去青年屋,小左爸妈,到那以后啊,我觉得青岛这边这个气候凉爽 凉快,凉快,凉快我现在还觉得就在这个地方待,我这脑袋舒服点,一凉地方那天就是从那个回大连在飞机上,架上飞机以后就觉得把脑袋又有点默默的 有朋友就说说你这回国不来看病了吗,咋埋动了,我这一天瞎跑,瞎跑一开心呢,就忘了看病的事儿 我一到脑袋难受的时候心思,哎呀,不行,我得抗个病了,万一脑袋不麻了,不目了,我就忘了,哎呀,先快过几天再说吧 完了就着早上,到青岛以后,青岛这个气候,我觉得真是避暑的好地方 天热,中原地区,避暑的话,上青岛,上大连都是好地方,可凉快了,一点不热 我还觉得有点,有点动手,不是动手,就是反正凉嗖嗖嗖的那种感觉 我心心,我说不行,我得走,还得走,我还是回上海南,上三亚吧,回我自个儿小窝里头一天出个汗,流个汗,不停地流个汗 完了一天,这喝一个大椰子,我觉得对我调养身体又好了,就这么就要走 这又说起话了,又说到哪呢,又说到这个订机票的事,就是刚出来说的,哎呀,到窝哥手机身订好票了 晚上,时间紧的,冲冲忙忙的,我到机场就被一个小伙子工作人员给我拦住了 拦住他就给我讲,拿出一个卡来,他说这个什么VIP卡,你用了,你到哪个机场可以进到那个 那个VIP那个,就是那个休息室,什么贵宾室啊,休息 还可以盯那个,买票的时候,下次买机票的时候,还用这个钱盯 我没听懂,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就着急忙忙的,哎呀,我心,这也挺好 反正有时候常懂,下回买票就搞这个盯了 还有地方吃东西,有地方喝水的,还有地方蝎子,蝎躺呢,沙发啥蝎子,也挺好 然后我就办了,一千几百块钱,办完以后呢,那天我买完票了,也不能算 对,还有机场建设费,还有什么五十块钱,保险什么都在,都可以 就用那个,用那个就不用买了,这个详细的我也不懂啊 就写个VIP黑点卡,上哪块了,我忘了,忘了,忘了这个事了 后来那天,北京上大连呢,我什么东西不对了,整不明白了 后来我就给这个,我就想写这个卡这事,我拿出来,我就问那小伙子 我就说,我就,后来我整,对,后来我知道了 这不是说可以低下次买机票,买机票再用 是可以那个,免去就是五十块钱,那个机场建设费啥的 这一年使用二十次,我看这说明了,一年之内可以使用二十次 过了一年这个卡就失效了,后来我行,我说一回省五十,一年使二十次 那也就是一年,一年使二十次可以省一千块钱 我这一千多块钱办得不合事 后来那天给机场,我闲着,我跟他闲着没事,我就打电话 我说,能不能退了啊,还没有,他就迟疑了一下 他说,还没有买完退的呢 后来我行,还行,行了,可别难为孩子 算了,买就买了,以后注意点得了 别再这个,一说啥你就买了,往外套钱的时候就注意点了 后来小伙子,人也挺好,就告诉我 阿姨,你有啥困难不知道的,你就给我打电话 你就微信,微网,我都告诉你,我帮你订机票 后来,就这么点,我这几趟走,订机票啥的 我都是给那小伙子,那小伙子给我订 他帮我选呢,我就说上哪去 他帮我选最便宜机票,怎么走合适,怎么节省时间 哎,昨天这也是 昨天我就是在青岛,要上那个三亚嘛 直接飞的没有 完了,得转机的,转机的便宜 转机的也不便宜,要时间短都不便宜 有的都有一千多,有的还有十七八个小时呢 转的,后来他帮我选一个,就是转武汉这个 是七个多小时 然后机票也便宜,机票他说到三亚才贵了一千多 你找海口行不行 我行行,反我一个月就拧个小箱子 我说行,他就是给我订的海口的 是六百八十几 你看,这就是在青岛一个多小时到武汉 在武汉呢,又机场停留三个小时 完了,飞机晚点,延误一个小时 完就半夜到这个,从这个武汉是十点半呢 出发的,到三亚是十二点多 完飞机上好像又提前了,把这时间又找回来了 到了,因为不知道老这个飞机有时候晚点呢 我先别先订酒店住去了 订完之后再飞机晚点的话 到这块,在酒店住那么一两个小时就放不上了 那年回来在北京就干过那么一回事 也是在三亚,飞机晚点晚晚晚 结果到北京到酒店住了就是一个小时时间了 就是到那块洗洗脸洗个澡 完了都睡觉都没睡 就赶上下一班,飞加拿大的 所以有那次教训以后,我现在就不敢先订酒店了 现在我最主要,我会订了 我自己在手机上,高通微信下边那个支付那个 我就能就酒店,能订机票,能订车票了 完了,后来我闲子,我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些酒店呢 就是海口这个美兰机场 一出来,有个奥特莱斯那个大楼 一站是得跟着旅游购物啊,干什么都行 还有酒店,有个什么叫唐一飞这个酒店,还真不错来的 完了白天跟网上看去吧,是307 后来晚上到这了,可能已经那个价就没有了 就是350 完了那个小伙子,前台工作的小伙子,人也好 他说阿姨,你我帮你,你高手机网上订 完站上看打点折,后来跟网上订的是340 就这样就住下,这今天上午我说,这个懒一会儿床嘛 这些天就不停的跑,不停的跑,要不就吃 在大连那些天天天吃吃吃的 我刚才我就是睡了一会儿懒觉,起来洗洗洗,熟熟熟 找个白衣服穿上的,这一天冷 搁大连也凉色搜的,搁青岛也凉色搜的 这到三亚了,到海南这块了,这热乎了 我说把这薄衣服找出来了 我说穿上一会儿,上奥特莱斯里头溜达溜达 看看这现在海南不是建自贸区吗 发展的也挺好,海口这我还不知道 三亚呢,其实我也不熟悉 就在那一小块的地方呆着,也没网源走 我就在今天,就在上午呢,我就想在这个海口 这个奥特莱斯,就这个大楼里头 转一转,溜达溜达,然后中午吃点饭 那下午就是隔这里边,就高铁站 可能也在这,也在这一左右也不远 我就坐高铁一个多小时就上三亚 就是今天就是这么个行程安排 完了,最后结尾跟大家说两句 就是有像我这个年龄的姐姐妹妹们 有时候想出来,就担心路上不方便 担心不会整这个买票啊,这网络啥的东西 从我自己这个经历感受来说 这都不是事,想走只要慢出腿来 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挺好,特别好 我到哪块吧,我竟找年轻人办事 我啥不会的啊,我就一问 小工人小小子呀,前台工作人员 啥的,他们都可告诉了,告诉可细致了 我也趁机我就赶紧,我说这个咋个事,那个咋个事 就把这个不明白的事跟他们一说 他们给我解决了,解决了我就放心地走了 哎,行了,今天就先说这些吧啊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这这些天呢,我们说这走了有 5月13号那天,从三亚走的 是回北方了 然后今天是6月1号了 这差不多也快20天了 17天了 这也没来得及 没坐下来跟大家好好说话 交流交流 等我到三亚以后静静心啊 休息休息 还得继续每天跟大家聊天 说话 这些天这个朋友们问题啊 我也没回答啊 也没,这几乎没时间 说看这些东西 哎呀,感谢大家,感谢,谢谢,谢谢啊 猴哥那边发过来的视频 我也没啥给发 这个忙的,忙不过来了有点 好了,到三亚以后再跟大家聊啊 好,谢谢大家 一会我出去再把这个海口 这个奥特兰斯这块我再拍一拍 让大家了解了解这儿 以后上海南购物啊 不说海南建自贸港吗 有一些什么税务方面都优惠 然后买东西也优惠 我大伙也来旅游旅游 溜达溜达 刚才我还跟苗门说呢 我说有空出来,孩子出来转转 让孩子也长着见识 看看这海南自贸港都建啥样的 这些国家的政策力度挺大的 海南这也是,建设热火超天的 朋友们有机会都过来看一看 我主要是跟这些中老年朋友说的 希望大家 年轻人不管这事 年轻人上短话 那说走就 台腿就走,该花就花 也不在乎 就是咱们中老年人一辈子节俭惯了 有时候走出去的时候就顾虑特别多 行了,好不多说了 越说话越多 乐乐却没完 谢谢大家 谢谢啊 感谢大家 一路陪伴 一路跟着我这镜头坑那走 我这东游西游的 也没个规划 反正就是随性 现在就觉得这个年龄了 反正腿脚能动头 身体还算挺好 尤其是回国以后 这脑袋不难受了 我就特别开心 我就走吧 我就想赶紧趁现在能走 赶紧走 别等以后老了走不动了 就逛鞋子了 逛上火了 哎 好了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了啊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了